所以无论是基于数学方面的考虑,还是基于桌面形象保护的考虑,他这里都需要跟住 这边大家都说他们都有圈,那这里Izac Haxton他应该是elts不多了 目前圈是没有什么用了,他需要4张10 现在如果有个玩家碰出来说我4掉了一对口袋10,那他应该会非常开心 好,那目前来说依然是只有4张10的out子 可以看到我们在合牌4张10的out子是拥有14%的盈率 计算补牌的时候我们在短牌里面可以用一个区别于长牌24法则的36法则 就说如果你拥有几张out子,那么你在转牌是拥有这些out子乘以6 上下浮动在5%左右的一个概率区间 盈率概率 到合牌的话你是乘以3 就比如说我有两张out子,那我就拥有几乎6%左右的盈率 像刚刚他有4张out子乘以3是12%,那他的真实盈率是14% 上下有一些浮动 6,4,5,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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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我们到了红桌 这边我们看见谭轩在庄家位拿到了一对A 那不幸的是Paul Fua,他在Cutoffway打了个All-in 在这里弃牌到他,他直接选择All-in,被接到了秒空 在对手救出了A之后,他觉得啊 他说是不是可以加住然后去呢 那不行,因为我们看见谭轩在这里筹码量也不是很多 对 这转牌给Paul Fua带来了三条 那盒牌现在Paul Fua是Hulu 他顺利淘汰了谭轩 对 很不幸的我们这三场最后一位中国玩家出局 我们可以看到谭轩今天的运气实在是不怎么样 他连续的拿到了AAKK 但是都没有怎么赢 他输掉了一首KK SET K也输掉了一首AA 然后另外一首SET A只是收了一个底 这边我们现在是进入号码阶段 就是Bubble Time 那昨天Paul Fua做的Bubble Boy 那现在比赛他暂时还是 在这个比赛里 希望可以看见他这次打进决赛座 目前应该场上还剩9个玩家 对 那应该是两桌都会同步进行 对 好我们现在是进入Hand for Hand 一旦有一桌进行了到All In End Call 那么我们就会封锁住两桌玩家所有人的动作 那这会让这个比赛比较公平 因为呢有时候一桌会有可能比另外一桌打得快 或者玩家在桌上拖延时间 那这会就是避免这样事情发生 好我们现在正式进入到比赛的震炮波期 那谁会成为我们本场比赛的泡沫男孩呢 不过还好短排不像长排 因为短排我们遇到一些酷了对账的机会会更大 所以说我们的泡沫期不会很久 好我们现在我们安kelijk来到了 我们没关系 对对对吃饭 这是刚刚的 现在我们比赛吗 好 现在我们的安提来到了两万五五万 好 我们的玩家在海杰柜直接加住了沟巴不同色 他也是知道自己是大筹码 并且现在属于泡沫期 那么时间开始挤压 不过好像低了位的圈石杂色是需要防守 他选择防守 可想而知在他眼里一个低了的位置是有多么重要 两位玩家都有击中 击中了中队以及顶队 那现在Romea没有位置优势 但是他会如何选择呢 他选择领先下注 继续做了一个 他做了一个十七万五千的CBAT 一个半池的CBAT 直接收持 18个Andy All-in 两头四 可以跟两枪啊 不准就给他一条命 18个Andy 好 现在我们回到蓝桌 那这里Beta Sikalski 在枪口加一的位置拿到一对九 选择跟住五万积分牌 Kong选择在这里跟住十八同色 那这边Cut off way Trying Lean 拿到了K圈童话的牌 他在前几副牌 我们有看见他是一个比较激进的玩家 他这里因为位置的优势 特别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泡沫期 他选择了加住到二十二万五千的积分牌 这个尺码掌握得还算不错 因为他手里的牌也不支持据说做一个非常大的隔离 这样子一个离既没有给对手很好的赔率 也彰显了一定的牌力 而如果遭遇到对手的全压 他的损失会更少一点 我比较喜欢这个尺度 在跟住了五万之后 对手仍然需要跟住十七万五千 你给他做了一个边缘跟住 二十三过了隐藏培率之后 他继续点清自己的筹板量 还是觉得不够 然后这里非常幸运地击中了三条九 但是Zachowski他翻牌领先了 Trying 那这边Trying有反超Fish的机会 任何时就是Trying的顺 Trying 这里如果我是Mikita的话 我这里依然会选择勾牌 给对手后置位的激进玩家一点空间 因为在这里如果对手没有牌 有可能会偷 如果对手有牌 在这样子一个湿润的面 应该也会做一次下注 所以我在这里的话 我会觉得后置位对手 当我手里面没有block方片 以及勾 以及高对子的情况下 我会觉得后置位对手的下注概率 会比较偏大 他这里还是最终选择了自己领先下注 而且下注了一个20万 这里川云林好像对这个底池还有想法 他是不是想硬操作 他强买卡顺 也是两高张买卡顺的一次飘移 后卫飘移 我们来看一看 碳上会发出什么牌 出现了一张八 这张牌对于两位玩家来说 很尴尬 这张牌是不太愿意看到的一张牌 因为在对手 扣他的range里面也是有一定的10 而且他这里处于位置上的劣势 不管是领先下注 还是check 都不太好 如果他领先下注 他冒的风险比较大 如果他过牌 那么一定会遭遇对手的第二次 这边我们看见Trying Ling 确实打得非常激进 那他在这边下注了50万的积分牌 而在下注了50万之后 如果 如果Fish在这里选择跟注 那么他就要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当他跟注之后 这个底池来到200万 而他的后手 以及对手的后手 SPR都不足一 他选择跟注 有可能是他选择不相信 对方有时的概率 以及有很多的攻队可以region 那这样子的话 Trying Ling现在就比较麻烦 他的K High 如果River不出10的话 他应该是很难再动枪了 River出了一张Ace 那这里的话 川越林应该是很难再开枪了 这个底池高达197万5千 他们两位的后手都没有这个底池大 但是 川越林现在只有K High 在对手跟注了他的转牌之后 对手的范围里面是有一定的10的 他选择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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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副牌 Jackson Kuhn在发牌前 起牌了 但是他本来是击中天顺的 但是呢 我们是不能因为结果 才去后悔 是不是做了对的决定 这打德州扑克就是 次次都是做对的决定 然后是长期才会有盈利的 那有时候你手上拿什么72的牌 发出来227啊 或者怎样 你都不能后悔 自己丢了72的这种牌 因为长期以外72的话 因为 即使你是27看到了227 你拿任何两张牌 你拿AK进去 也有可能看到AAK吗 对 这只是频率问题 是 系了牌 你就 就是我就几乎不记得自己的手牌是什么 对对对 其实我知道会 我在我7.27的时候 我会miss很多的227的面 或者是22X的面 但我仍然会选择不玩这手牌 对 然后呢 最不好的时候就是 你会把自己打上头 对 因为你觉得 这把牌本来应该是玩的 怎样怎样怎样 对对 这情绪方面也会有影响 你需要正视数学 你需要正视各种概率 那这边我们看见 进翻牌后是圈87 这里Hexton 他拿到了两队 对 我喜欢扑克就在于 他的波动和概率是 非常的令人着迷的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结果 好的还是坏的 其实你都有预料 好 好 好 這邊我們看見UTG,Buttoskowski,他選擇零打 17萬5,他也是做了個C-Bet 在這裡Hackson是擁有了高低兩隊 他在考慮對手範圍裡面有沒有支付他的能力 如果有的話他會選擇ChickRace,會選擇Race 他選擇Olin那對手是秒4 判斷 他這裡是判斷對手有一定的強排支付能力 那仍然並沒有抓到 我們現在暫時還是Hand for Hand 我們是同步進行發牌 同樣藍桌,紅桌 打到我們這個泡沫期結束 那就是意思下一位玩家出局是沒有獎金拿的 好,我們現在控制跟住5萬在UtG的位置 你不想要被忽略,我可以告訴你 但是你也想要死的錢 所以你也想要死的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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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很平衡的call 非常标准 出现了攻对7 那他继续在前置会选择check 这里一定是要继续下注的 下注了25万 这个尺度还可以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尺度像是在forvalue 因为这个后手来说 他这里再去拿一些东西硬偷 就有点尴尬 不像他的作风 抓一令这位玩家 虽然在翻前比较激进 但是在合牌可以看到 在合牌的下注 都是有机可循 直接选择all in 我们没有想到 Jackson Kun在这泡沫器的时间 做了一样这样的play 那把对方推了个all in 这样就是如果intra他call的话 然后call错误 那他就是成为我们这个比赛的bubble boy 在攻对面他直接 那这边他还不想把就是他的底牌修出来给大家看 因为他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在这边做了一个bubble all in 这里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激进动作带来的反噬 但是也是因为他的形象问题 如果他的形象好的话 在这里打 其实是很难吃操作 但是他不会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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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有负的 对啊 因为我有可能有负的 如果他就不能打 对啊 他不会通的 他不会通的 但是他的limit是什么 极限是这样 对 就是因为 这手牌之所以持操作就是因为 我们的玩家之前在那手底牌里面做了一个 两枪的bubble之后 结果却打不过三条九 破坏了他的牌桌形象 然后被牌桌上的人所针对利用 这是一个比较糟糕的消息 这就是我之前说的 他之前有一手牌是集中了SET8 他用一对8在后置位做 在中置位做一个SQUIZE 对 这样 而且还秀出来了 我觉得这手牌 但凡秀出来的话 是很容易被桌上的人抓到信息 然后利用这个他松的一个范围去针对他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特别是新手 我们不要把底牌修出来 对对对对 这样给了对方更多的信息 对像他刚刚那手顺子其实是一手非常强的牌 但是空在这里 由于你的形象以及你的范围失落了 就是你之前的形象不好 所以他觉得你这里可能并没有顺子这么强的牌 以至于他做出了这样子一个激进动作 我以为他能打走你一些弱的两队弱的一些东西 但是没有想到你这里是有一手这么强的牌被move掉了 这手强牌其实是对于空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 他很有可能是会遭到一个跟注 有可能是我这个 你去看吧 应该是 这手牌 他在顺子 他利用顺子在合牌做value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么多 他并没有说这手牌打的有问题 而是整个他的牌桌形象利用 在这手牌上遭到了对手的针对 你的后手筹码 你的持住比 以及你给对手的压力 都不够大 但如果这牌换给我 在合牌我依然会用顺子去做一个加注 然后是对手的形象而言 看考虑合牌是否放弃 空的形象在这里也是非常的OK 那这里我们看见转排 Badisakowski是有頂隊 然後Jason Kuhn在這邊 他flop上面中的是中隊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座的積分牌棒 然後這邊Makita Badisakowski Fisher 013 暫時是這座的積分牌領先者 那我們到紅桌 紅桌這邊UTG位 槍口位是Romaine 他拿了A勾 五萬積分牌跟住 並且說到剛剛那手牌 其實Kuhn的操作也不是毫無依據的 因為他手裡有K10 在牌面上發出來AK1077 一共這五張牌的情況下 他對手的範圍裡面 可以看到是明顯沒有7這手牌的 就沒有7這張牌 那麼當對手沒有7的時候 你手裡的K和10 就block了對手的葫蘆範圍 對手的K10 對手的KK 對手的1010 都被你自己手上的K10給隔離了 那麼你輸的葫蘆範圍就更少 輸的葫蘆組合數不多 那但凡對手的葫蘆組合數不多的情況下 你這裡的Move 是可以打走對手一些插牌的 而恰恰對手的順子是這些 不是頂級強牌中最強的一手 中範圍頂級Range 那這裡我們看見 Wai Leung跟Romaine 到了轉牌 那這邊Romaine他是重頂隊 有兩隊是AA 88 然後踢腳是勾 他在這邊選擇下注20萬 輕易的拿下底次 那回到藍桌 我們這邊看見 在翻牌A16的面 這邊呢 Badisikalski 在Hijackway下注了6萬5千的積分牌 Action到Kuhn 他在這裡是中了中隊 跟住了6萬5千的積分牌 那這邊是底隊跟中隊 打了起來 那這個轉牌給了Kuhn兩隊 增加了他的牌力 GKuhn又拿到了Kish兩隊 Kish仿佛是他的幸運牌 總能為他帶來第一次 River是一張圈 River是雷記 Xv U I F Kuhn Rock 吃购牌 现在我们盲注级别是2万5,5万 这边Cutoff位,Wai Leon拿到了一对八 跟住了5万积分牌 那这里Romaine她是庄稼位 拿到了一对圈 这里她可能会做一个20万的加注 果然是20万 对,加注到20万的积分牌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尺码 别哭不然 那这里我们看见Bette Sikalski 9勾跟进来了 然后这边Cune也用A8童话的牌跟住进来 那这里David Ten她在位置最有优势的位置 是我们的庄稼位选择加注 对 她加到25万积分牌 面对两个跟住对手 那25万的加注应该 这里给她带到了10比1的隐藏赔率 然后我们看见这边两位玩家都是同样的牌 但是呢因为有位置的优势 David Ten在这边可以做一个加注 那问题是Jason Koo并没有相信他有比他更强的牌 他也知道他的A8在这个短牌里面有一定的优势 选择了跟住 那这里翻牌是177 对 失去了位置的优势的她 在后面位置 在前位位置面对一个翻前主导者 看一看这里的David Ten会怎么做 他有后门卡顺概念 A还高张 他直接下了一个32万的柱 大家直接是起拍 Korea is better Korea is better English no good Never mind It's ok Nicholas 不會 微量中文 我说你有英文不好 那个老外跟你说 ín doesn't know 你έ 屁股 ів 可以看到场上这个迪勒也是会说中文的 这里韩国有很多的就是服务生这边都是会讲中文的 会讲中文对 你去购物啊什么他们里面都是会讲中文的 对 那这边我们看见Under the Gun 枪口味的Badis Kalski 用18的牌跟住进来 Jason Kroon也选择圈石跟住 Divin Tan A8跟住 然后这边我们低了位置的Hackston 拿到了一手A7 选择check 选择过牌 对没有做squeeze 这是一手大家的排行年度都不是很高的一个flop 那这里我们看见战时领先的是Hackston 两队KK跟琪琪 踢脚是A 那面对这样子一个下注 Hackston现在是要判断的是 一旦他跟住 那么他的 他的位置又是能给他带来多少收益 对手的范围里面是有一定的K的 打牌就是这样子 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就会害怕对手有 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就会害怕对手有 这是我们选少的能看到在flop的操作 哦你还在铁锅上 对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还在铁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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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你还在铁锅上 我还在铁锅上 我还在铁锅上 你还在铁锅上 你还在铁锅上 我还在铁锅上 你还在铁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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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铁锅上 铁锅上 你还在铁锅上 你还在铁锅上 我还在铁锅上 又拿到了一手 还看起来不错的牌 继续选择令 我们的川云林 现在是只剩79万的筹码 但依然在这个盲住级别 还是很健康 在这边他应该会选择加注 对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加注到 35万左右 35到40 35吧 35到30 他选择做了一个30万的加注 比我预想的要稍微轻一点 然后看见每位玩家都没有抵抗 那这里把这个Kelsky顺利拿下底池 做了一个12个BB的加注 那他的下注比我想象的要温柔一些 在4加Limp的时候做了一个12ante的下注 那这里Trying Limp暂时是这一桌筹码最短的玩家 现在只剩 31 47万的几分牌 31个anti 但是即使是只有31个anti 他依然是还算健康 这一桌筹码最后 直接选择all in 直接选择all in 直接选择all in 那这里的K是显然是没办法call了 因为这个性价比是太低了 然后Hexton的筹码量也是第10的三分之二 然后我们看见红桌 这边翻盘前的Action是Pofua跟住进来 然后V量在庄家位过牌 翻牌后呢是Pofua下注了6万 V量call了6万 那在转盘 这里我们是K勾18的面 Pofua他选择下注16万的几分牌 他在这里拿到了他的卡十顺 那这边V量他还是有ALT的 他现在暂时是可以买两头顺 加高章 就是K队的重复 他在这里选择了跟住 他在等待一张Ace或者9 没有等到 那这里还是Pofua 排力最强在合牌 对 不过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即使 他自己完全可以选择做check 在没有位置情况下 而后置位的玩家也不会再损失很多 我觉得 他选择了激进的下注 因为他读对手的范围里面是没有顺子了 那这Pofua怕他的牌是圈9比他更大的顺子 因为当然这面上A圈、圈9都是比97大的顺 那这样Pofua做了一个value bet 对 他其实他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个value bet 他的value锁取对象是哪些 因为他在得到跟住的时候是有点意外 对 他得到跟住之后 他以为对方已经是比他更大的顺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可能check会更好一些 因为你在前置位做一个check call是比较标准 做一个bet 遭遇一个大的race的话 你这里这手牌就像是刚刚那时候传言令的顺子一样难以处理 何况他这里不是那次顺 还输两手上顺 是第三大顺子 这里他用一手番后非常适合游戏的90来做了一个race 成功的抢下底持 那这也是我们休息前最后一手牌了 对 那这里我们 我在打短牌的时候 如果在后置位拿到90 是一定会做100%的squeeze 那我们这边赛场会休息15分钟 然后再会给大家这段时间带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些比赛的精彩的局 排局 然后呢大家不要走开 我们15分钟再见 我是Selena 那在我旁边今天帮我们一起做解说的是阿童 好 那一会儿见 好 那一会儿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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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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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